好 喜悦有时候喝点酒 台湾的酒驾零容忍上路 最近有很多例子呢 都是这个当事人觉得喝了酒之后呢 他很有警觉 先睡一觉或是喝点茶 觉得酒意退去之后呢 再开车还是被抓 营养师也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每个人的酒精代谢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 按照你的身材 饮酒习惯 是不是有服用药物 酒精的浓度等等呢 都密切相关 所以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喝完酒之后多久才能开车呢 最好不要想 喝完酒之后 就不要开车就对了 对严酒驾心致上路 会避免一时摊杯杯上行则 很多人依赖小黄找代客驾驶 但有些人觉得喝酒后 睡个觉或是多喝茶 就能再上路 这是真的吗 有些人就说喝茶或喝酒 或者是喝糖水 等等这些我们都听过的方式 其实都是没有实际上说 有效的这个方式啦 错误观念必须导正不论吃什么 喝什么或睡觉都无法加快代谢速度 因为每个人的酒精代谢率是固定的 新虎国小校长酒驾肇事 以为中午喝酒晚上开车就没事 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台中也有个案前一天晚上喝酒 回家睡7个小时后清晨出车祸 酒测值高达0.87吃上6万元发单 其实人体酒精代谢速度没那么快 平均一小时代谢5到10公克 套上酒精摄取量公式 以一瓶瓶装啤酒为例 600cc乘上3.5%的酒精浓度 再乘上酒精密度0.79 等于一瓶有16.59公克的酒精 一个50公斤的女生得花3个多小时 才能代谢完所有酒精成分 你就说你的体重如果比较重 当然你代谢的量就会比较多 代谢速度比较快 那另外就是说你的那个 目前有没有服药 还有平常你有没有喝酒的习惯 影响酒精代谢速度分成各种层面 其实不需要计较于公式换算 喝酒就是不要开车安全才有保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隆生 终于台北采访国道